分析的话,拿ECEL来做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直接拿台北市资料大平台 那里面就搜寻一下关键字 我刚打是住宅切到或者切到 里面就有相关资料 那或者你也可以到中央政府 你打关键字打那个开放资料 其实也会有一堆资料 OK,关键字打一个开放资料 其实也会有一大堆的资料 开放资料 或者叫Open Data也可以 那其实这边就有政府的资料开放 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那里面的数量 我印象中好几万个 所以里面的话,全部资料量 就非常非常多 那你当然可以搜寻一下 那包含各个大机关 各个地方政府 等等的,还有分类 甚至呢,还有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档案格式 那我刚刚讲,如果跟ECEL最match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CSV 那目前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CSV就有三万多种 那其他排第二个就是Json XML等等的 还有ECEL,这边也都有 那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 假如你想要多多练习的话 可以 诶,怎么样? 诶,是 是说那个 你刚刚这边区的部分吗? OK,你 那我停止分享 你分享 你那边应该可以分享 有吗? 分享螢幕有吗? 分享螢幕有吗? 哎,有有有有有,正在...正在那个...有有有看到了 嘿,OK,嘿 你的公式 你的公式是针对F2第四个字里面取三个字 应该没 F 会不会应该是取1吧 F好像是空的 你可能要改成 E2才对不是F2 OK 不不不 好那 OK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我们把这边做 所以刚刚应该是E2 所以这边可能就是 另外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你取的资料 假设你取的资料是对的 那应该理论上你的右边这边也会出现 可是如果你取资料的时候 这里面怎么会是两个双一号空的 那表示说呢 你后面做的动作应该都会失败 因为取到的资料也不对 所以我是建议这个一个诀窍 我自己习惯也会这样 一定会先看一下右边这边 也就是右边这边 讯息到底对还是不对 然后看到最后的结果 就会 有按确定的话 那也绝对是对的 这个可能就慢慢习惯一下 找一个方法让自己 以后 处理资料的时候不会犯错 当然你做起来就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怎么做都对 OK 那当然不容易啦 我是觉得就是说 一个经验分享 我是觉得 如果每一次你做 想要取什么资料 就可以很容易就取出来 当然也是蛮愉快的事情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取 入接到这部分 首先的话呢 当然 我们要先分析一下 分析什么 分析我要取的资料 他的前面的资料 比如说万宁街 像宗孝东路 有没有 他的前面 一般这个 入接到这个讯息资料 他的前面这个字到底是什么 有可能是里 有可能是什么 像这个是里 有可能是零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区 像这个区 所以他有三种可能性 要不就是零 要不就是里 要不就是区 而且他有顺序的 一定会是先零 再里 再区 OK 所以如果我们判断的话呢 我们就是寻找 所以呢这边的话 这个逻辑跟那个 前面那个151 跟那个手机 那个有点类似 跟151那一题还蛮像的 也就是说我先找零 如果找不到的话 再找里 如果找不到的话 再找区 诶 那我要怎么样 找不到 再找下一个 这边的话呢 就需要用ifl OK 所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做 所以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零 里区 所以第1个的话 我们先找 有零的 这个 这个做练习 我先fine零 好了 所以你这边 可以用那个 上个礼拜 用过的fine fine什么呢 fine这个资料 fine 这个资料 fine 1 6 within的话 就找 帮我找一下零这个字 有没有零 有的话呢 那就告诉我那个零的位置 这个其实有点难度 好 找完之后 诶 更正一下 应该是颠倒 应该是 去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找不到的话 那表示有错 那应该是颠倒 是 找零 fine资料应该是找什么字 within 去哪边找 OK 这个可能 参数可能 我刚刚理解颠倒了 OK 那我们就找到第11个字 意思是说 在什么天府里 一零这个零是第11个字 那我们基本上 要取之中程度 所以应该是把这个字加零的字 后一个字就加一 OK 如果按确定的话呢 那我们就找到第 但问题往上拉 你会发现 这边都错误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资料里面 没有零 那如果没有零怎么办 那就帮我找零 也就是没有零 那可能有零吧 像这个就有零 所以如果找不到零 那就找到零的话呢 这个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就必须 再把刚刚fine的公式 这个 减下来之后 做什么呢 再利用那个ifl 这个也是上个礼拜做过的 ifl这个函数 然后呢 帮我判断 如果呢 这个贴上 把刚刚贴到value 意思是 如果呢 找到的话 那就 一样 没有发生 就是其实就贴两次 OK 跟着一下 这个应该是贴什么 如果找不到 如果value ifl 如果找到 那就 就是告诉我说他在第几个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那就帮我再去找 换一个 贴上之后 请你把 这个零改成零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那你就帮我去找 另外一个字 找什么 找理 因为零里面找不到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按确定 那当然这个 不会影响 因为他一定有 零嘛 所以不会去找理 可是上面这几个 我们把他往上填满 往上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刚刚value 错误嘛 所以你 往上填满的话 因为上面没有零 所以他们会去找理 如果有找到理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 然后这个地方在 这个 所以 新隆路的话 刚好就是第九个字 下一个第十个字 那这边的话呢 这边是没有理 所以这个没有理怎么办 所以 这个 就是在找什么 如果找不到理 那就找区 那怎么办 其实 方法一样 请你再把这个公式减下 所以这个有点难度 而且公式做完之后 也非常冗长 减下 然后呢 再插入一次 Effail 然后把刚刚减下的公式 直接再贴到value 那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一样 请你把刚刚那个 fine 的 这个fine里 fine里或fine0都可以了 这一串公式复制一下 记得 刮弧可能不要选错 就是fine 然后 一个 这个双引号里面 找里 那意思说啦 如果上面的也找不到0 也找不到里 那就帮我找区吧 所以这个地方公式 记得 双引号里面呢 就帮我找区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边 他就找到了 有区 那意思说 我要找新生北路 这几个字的话 那我就是从区的下一个字 说他找到第6 意思说区在第6 那就从第7个字 再取4个字就对了 OK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第1阶段的功需 所以你把它向上填满 OK 然后再向下 整个全部填满 这个就是会得到什么 第1阶段 要取的那一条路 的 这个什么呢 前面这个字的位置 我知道 所以呢 我只要 路的这个字就是他的下一个字的位置 所以 那我要怎么去把它切出来 当然接下来 第2阶段 这个还没有结束 第1阶段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们只知道 我们要取的那个 哪一条路 的前面的那个字 是在第几个字 那我接下来要取 知道什么 路接到 的这个字的位置 如果我知道这两个讯息 那我在利用什么 MID这个函数 那我就可以 把它切出来 放到这边来 就大功告成 OK所以 这个地方 复杂度 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我又把那个 最后完成的 这个程式码 放在云端白板 所以各位可以 找一下 应该会是在第5页吧 第5页的地方 就这个 我第一 跟这样 应该是在这里 第5页 我刚刚第一阶段是先Find 0 减下来之后 放到iflake里面 再去Find 这个利 再把它减下来之后 再放到这里面 让它再去 再去 Find 区 OK所以 这个是第1阶段 我们 刚刚做完的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后面的 路接到 把它切出来 那我就可以 最后得到的结果啦 其实最后得到的就是 这一串 所以如果 假设 你 这个是最后完成的公式 如果我把它全部贴上 这个是最后做完的 这个是最后做完的公式 MID 这一堆 然后如果把它执行 他理论上会 把 这一些全部资料 把它切出来 不过 不过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上面的公式 好像是指向是G2 所以位置 可能要变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请各位先试试看 针对的是 这个部分 所以 这个 你们待会可能 假设你是参考我上面的公式 可能这个 G2 要把它改成 应该要改成的是 改成1,2 这个 位置 有点变动 我好像是把 这个 这两栏应该放在前面吧 没关系 位置的部分 来试一下 哦